哈喽,大家好 今天Maybank就上了早上的热门股 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下 So,Maybank是银行股的龙头 呃,或是说整个KLCI的龙头 呃,当然对其他的这个金融股呢 有一定的值 可以看出这些方向吧 整个整个行业的方向 可以看出呢,他上一轮就 就留大概是8块钱 就一直飙,飙到9块钱左右嘛 然后就平了,然后就平 呃,主要是因为 呃,大家都很期望Bank的 可能会升息啊,会升息 所以觉得他升息的时候呢 银行呢,就开始可以赚更多钱 ok 但是他们又忘记了,其实今年他们要给这个 就干嘛目啊,这个东西又没有人提了 很奇怪的哦 当股价下跌的时候 就有人讲主格马目 当股价上升的时候 就 没有人讲了,呀 当股价下跌的时候 也是没有人讲升息,呀 很奇怪的 市场上呢,就是跟风罢了 看到 股价上也好,下也好 都是自我的 就会给他一个理由 不失去看 而不失去找出全部理由来 就说,哎,下跌是因为这个 上升是因为这个 呀,很多人都是自己找 自己给自己理由罢了 啊 投行呢,当然也是 呃,也是follow你们的很多赏富的这些 呃,意愿嘛 哎,你们讲上吗 我就讲上咯,你们讲跌我就讲跌咯 呀,so 最要紧呢,还是要度历史考吧 对我来讲呢 银行股呢 现在,它还是overvalued的啊 是overvalued的 一万说Mare Bank也好 它的这个PE呢 也算是在处于 呃,高的PE 就说如果 如果你看非常历史PE的话 它才是处于高位的 ok ok,主格马目 又没有人讲了哦 啊,ok 呃,上次呢 我觉得 这些东西 在半年前就大家都知道了 已经那时候已经在这边 已经是翻译了啦 其实啊 ok,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它的图呢 不是很漂亮 因为它正在盘整着 盘头啊 这叫做盘头 啊 呃,股市呢 有一句话就说 盘头 越盘越跌 ok 所以 越盘越跌啊 不是我讲的 是那些老师傅讲的 ok 老前辈讲的 现在呢 它 它还是处于这种形态 它 怎么样 要接 它一定要接触这个盘头 这个 这种形式 怎样接触呢 无非 有两 有两种情况下可以接触 第一个呢 就是突破这个盘头 继续往上涨 啊 这个就 我们就 我们就叫做 哎,继续往上去了咯 又好像之前这边 这边 这边这样 你看啊 这个啊 盘头嘛 突然间 这个突破了 ok 现在这边又有另外一个盘头 所以 你一定要有一个 有两个方向 下跌 上升 这样就 这样就 要踩咯 你要踩 它是往下跌呢 还是往上去 啊 这个 上去呢 它是往下去呢 这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啊 我们只是可以等确认 确认的这个 啊 信号 也就是看到 也就是看到这些 卡线这样子的 出现了 哎,你就知道 它已经出破 还是下跌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应该做的东西就等咯 等它出现 等它出现 这两个信号的其中一个 啊 那时候你就知道 要做什么东西了 ok 这个就是我对一些 Marebank 以外那些其他银行股的看法 也是这样子 呀 无非它突破 这个箱子 我觉得 我们叫做这个叫箱子啊 这个箱子 不然的话 或是在破 不然的话 都是 观察为主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当然 你也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也不要相信我 自己去做功课 谢谢大家